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赶我离开了 我真的很想陪在她身边 朱梦基金我希望能够和老公重新拍一套婚纱照 如果可以的话带上我们的孩子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当时就是我在北京 她那时候也在北京 她那时候就是经营一个小饭店 那时候我在做收银 然后就是我经常那时候去吃饭 然后她就有时候也经常去那边 然后就买东西找我收银 就这样就时间长了就都认识嘛 然后就经常聊天 彼此就比较熟悉嘛 后来我们就留了联系方式 然后就这样沟通 老公比您大还比您小 他比我大八岁 当时你们俩互相倾心 就是她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就是我感觉跟她在一起 就是每时每刻就是挺开心的 那现在是跟老公一个离婚的状态 对 我现在是一个离婚的状态 她怎么跟你说的当时 当时她态度很坚决 就说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 你去寻找你自己的幸福吧 为什么离婚呢 她当初离婚其实完全是为了我 儿子在今年被查出 得了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就是这个病治疗起来 需要很大一笔费用 而且后期抗排疑抗感染 费用也特别高 就是她为了这笔费用 就是不想连累我 所以她经常跟我提离婚 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她态度很坚决 所以后来我就妥协了 因为我想在我心里面 既然我认定了 我要陪着她 那么这个婚离与不离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就是我不想再花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这个问题上面 所以就当时就同意了 但是我心里面很坚定嘛 就是不会离开 就是孩子住院嘛 就是我认为我现在 应该跟她一起来照顾 吃柜吃,也认为我们л yok 家红毒, 异 Ages 全是为了 他们必须都到类的 没必要说 大家请怎么办 整个元素 然后ren国人 weiß 都是谢谢 就不过 替主 比如 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赵海虎 是朱爽的前夫 刚才朱爽给我们介绍的那些都是事实吗 是事实